大家好,今天我们由工程师用他的家传手艺 来给大家做鸡蛋葱花、软煎饼和西红柿海鲜割的汤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材料非常的简单 我们先来把鸡蛋打在一个容器里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鸡蛋大约有120毫升左右 加入盐 再加入等量的水,也就是120毫升的水,现在一共有240毫升左右 我们来把鸡蛋和水搅打均匀 把面粉倒在一个大容器里 倒入搅打好的鸡蛋液,一起搅拌 一直搅打到面糊没有割的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加入葱花 然后还是一起搅拌均匀 锅里加入少许的油 能把锅底部覆盖住就可以了 小火用一个大汤勺 把面糊的四分之一加在锅里 我用的是10寸的锅,锅底大约是8寸左右 把面糊在锅底刮平 用锅铲试一下,感觉到饼有点开始结块了 就可以翻一面 翻过面以后顺着锅边稍微的加一点点油 把饼在锅里转一下,使得另外一面都沾上油 然后再翻面,继续转一下,使得两面都沾满油 记得全程都要用小火 这样鸡蛋饼就做好了 烙出来的鸡蛋饼软乎乎,香喷喷的 看着就非常的有胃口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西红柿海鲜割的汤 这个割的汤是用蛋清来和面的,特别的不一样 海鲜我用的是冷冻的,但是是熟的,嘎了 也有朋友管它叫蛤蜊 我们可以用一把小勺子把嘎了肉挖出来 在汤汁里浸泡一会儿 汤汁底下有沙,注意不要倒进去了 我只用了中等大小西红柿的三分之二切成大块的丁 锅里少加一点点的油 放入西红柿,然后加点盐 一起翻炒,倒出来西红柿的汤汁 加入鸡汤打底,加盖,大火烧开 烧开后加入生抽提鲜 改小火再焖煮3-5分钟 直到西红柿的味道煮出来 现在我们来把面粉倒在一个大容器里 打入鸡蛋清 用筷子快速的搅拌 使得干面粉在鸡蛋清里形成一个一个的小疙瘩 鸡蛋清做面疙瘩和水做面疙瘩不大一样 不会那么软,水做的容易使得疙瘩之间粘连在一起 做好以后最后看到有点干面在底下没关系 等下在汤里一起煮的时候会形成一点粘稠的汤 更好吃 现在我们在烧开的汤里加入嘎辣 不要加的太早了容易煮老了 做好的面疙瘩一点一点下到滚开的汤里 下一点就用筷子在锅里稍微的搅拌一下 以防它们粘连在一起 当然如果你最后看到干粉特别的多 还是要适当再加一点蛋清或者水 把它们重新做成疙瘩 都下好了以后还是用筷子搅拌一下 不用加盖大火烧开 现在可以关火加点葱和香菜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西红柿海鲜面疙瘩就做好了 可以说这是一道北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美食 当然大部分家庭都是用水来做面疙瘩的 不是很经常用蛋清来做 喜欢葱和香菜的吃之前可以再多加一点 也可以加一点其他的点缀 再加上一点点芝麻油 喜欢的可以加白胡椒面 这样一碗香喷喷热乎乎的海鲜西红柿割打汤就做好了 尝了一口软乎乎的鸡蛋葱香饼 来上一口热乎乎的鸡蛋汤 吃到胃里很温暖又非常的舒服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